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在方博的故事里 他终于证明了自己 2013年手腕的伤严重 到影响到职业生涯 上升期停训一年 从二队里选拔出重点培养 的种子选手 到可有可无的存在 能够再次回到球场 能够冲到四拼赛决赛 从尴尬处境到五虎将之一 他终于证明了自己 因为尴尬的处境 经常会被队友调侃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心里难受 方博憋着一股劲儿想去证明 赛后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 虽然这是一块市锦赛的银牌 没有金牌那么调眼 但是对我来说 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我不是最优秀的运动员 但是我想要的我得到了 不再是别人嘲笑的对象 不会再让别人瞧不起 我感受到了尊重 这就是我想要的 他说成为黑马是因为自己实力不够 以后不想只是黑马 也想拿冠军 再回顾 200115时 他说一看市平赛没有一股作气 他对打出来有信心 站上场眼睛闪闪发光的人 继续往前走吧 真心的爱乒乓球 在所有人都快放弃他的时候 仍然坚持着 李晓冬 邱怡可等人说 他是全队训练最苦的一个 平井祈求主管教练 教练 我还有实力 别放弃我 我还可以 2014年全国锦标赛前给主管教练说 肖指导 你再抓抓我 再带我练半年 我再出步来 那就算了 你就别管我了 前几年刘国梁生日 队伍里的主力队员 都会跟刘国梁一起吃饭 方博发短信说 刘指导生日快乐 我会好好训练 争取明年能给您一起吃饭 他有他的骄傲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乒乓球是目前的全部 在为自己的梦想一直努力坚持 希望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不是每一个聪明有天赋的运动员都能够打出来 能够进入竞争激烈 对国拼哪个又会不聪明 方博和鲁能队友宋宏远 一起被看作山东乒乓的未来 被当作竞争礼于奥运会的苗子 故事的结局 宋宏远第三次被退出国家队 于2014年退役 方博还在还在废乐未知的未来奋斗 在纪录片乒乓球在中国中 宋宏远被退出国家队 窝在方博寝室打游戏不愿意练球 平讯的方博一直劝着好好打吧 多好的锻炼机会 当时的他们是怎样的心境 年少成名承载着希望却不曾想会是这样的局面 在这个队伍能够打出来 天赋努力时运那样能少 稍微不小心或许就会被踢出局 但方博还没有放弃 前阵子的全景赛决赛 方博对阵梁敬坤最后输了 感慨又一个全国亚军 但他还在这里还会向新的目标前进 公开赛多次提前出局面临太多质疑 他说算赢不了也没想退役 觉得打球的过程就很有意思 尽全力把训练 比赛都做好 剩下的一切就随缘吧 开开心心的 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 但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来 图片来源网络 青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